好 大家已经读过33章那一段的经文 也应该彼此进行的讨论 那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很生气 那他也可能表达了一种灰心的感觉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发现到其实上帝真的是真性情 那一种的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情况当中 可能我们都能够体会神的这种的感受 一个做父母亲的 我们做父母亲的 如果孩子们不听话 一直劝一直劝一直劝都不听话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说 好了 让你去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其实看下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就有一种这样子的感受 上帝说你们就去吧 你们就去加南地了 我派一个使者跟你们去 带领你们 帮助你们把这个加南弃足 这些的这些加南人都赶出去 你们可以得到那块土地 但是我不与你们同在 我不会跟你们一起去 我给我礼物还是给你 产业还是分给你 也派一个使者帮助你 但是你们将会永远失去我的同在 听众姐妹 这是当时候以色列人圣经记载 他们在吉士开后面的经文就有记载 他们听了这一个的时候 他们也体会神的这种的感受 那摩西就成为一个代表 对上帝在会幕里面 跟上帝面对面的说话 那段经文刚才我们有机会读到了 有其中一句讲到摩西跟上帝的谈话 同在 好像朋友一样 上帝跟摩西 谈话 分享 那摩西讲什么呢 摩西说 他才十五个十六节那边 他说如果上帝不跟我们同在 那以色列人就什么都不是 以色列人能够跟其他的人 不一样 岂不是就是 唯一的一样不一样 就是神的同在 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土地 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打胜仗 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做这个 还是做其他的 唯一一个让以色列人 能够跟其他的族群有分别的 那其实是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 其实摩西这句话 非常非常的宝贵 今天我们跟其他人 没有信主的朋友有什么分别 是因为我们比较有钱 是因为我们比较健康 还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才干 比较聪明 一定不是这一些外在的理由 我们跟其他的朋友的不一样 最大的明显 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在 神他自己的工作 这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小插曲 这个插曲如果没有处理的好 神 以色列人将会永远失去神的自己的同在 但是当我们看到 当摩西的求情 摩西的祷告 摩西跟上帝谈话 上帝答应 要继续跟以色列人同走同行 那当我们看到进入迦南 这一个落地生根 过后 很多年过后 建立王国 大卫王 然后所罗门王 在所罗门王的手就建立圣殿 那圣殿也是神的同在 当所罗门王献圣殿 在历代字 历代字上 历代字下那边 提到 他献圣殿的时候 他就祷告 他说 神啊 让这个殿 让你的百姓在这个殿祷告 或者向着这个殿祷告 你就垂听 你就彰显你的荣耀 你就彰显你的同在 我们看到圣殿其实 也就彰显 神他自己的同在 神他自己的作为 神看顾他的百姓 神与他的百姓同在 但是 当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 他这样子祷告 上帝也对他说 上帝的子民 如果遵行神的话语 尊主为大 聆听 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他就 必然与以色列人同在 我们读 旧约圣经 或者我们读 一些的历史书 我们发现到 以色列人没有在当中 学到这个很宝贵 很宝贵的功课 久而久之 他们发现到 他们以为 上帝会保住圣殿 上帝看重是那个建筑物 因此在当时候 有一种的概念 当耶利米先知 宣布 这个的警告说 如果以色列人不悔改 上帝会使用 巴比伦人 加勒底人 来去攻打 以色列 那时候 这些人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 这样宏伟的圣殿 所罗门的圣殿 圣殿 圣殿象征神的同在 神难道不看顾他的殿吗 如果我们读 俱乐圣经 我们发现到 在过去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 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殿 也被拆毁 所罗门的圣殿被拆毁 弟兄姐妹 当以色列人 被带离开 他们的家乡 当 耶路撒冷 当以色列国 当北国跟南国 犹大国 都毁掉过后 留在 以色列人脑海当中 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月跪都没有了 圣殿也没有了 月跪也没有了 那么 上帝还同在吗 上帝的应许 同在的应许 是不是就落空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弟兄姐妹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上帝的应许 是不是没有了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耶稣基督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马太福音一开始介绍 就介绍耶稣基督 他是大卫的后裔 对吗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是大卫的子孙 他是拥有王权的那一个 原来上帝 没有忘记他的约 那么多年过后 大卫的后裔 那真正应许的那一个 他再次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他再次来到我们当中 我应该讲 他就来到我们当中 不是再次来到我们当中 他就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世人当中 道成肉身 来到世人当中 把神的同在 再次的向他的百姓 给显明出来 弟兄姐妹 这是神同在一个最 的一个的高峰 耶稣基督的身上 给我们看见 神他没有忘记他的应许 神他没有 这一个 他是守信用的 他讲了 他会看顾 以色列人 他会看顾 他的子民 他会与他的子民 同在 我们看到耶稣来 就把神同在的一个 启示的一个的最高峰 耶稣道成肉身 神活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够亲近他 让我们能够接触他 让我们能够很深刻的 与耶稣基督来建立 这种的关系 最后一个的图画 在神同在里面 这本书 也不是圣经的最后一幅图画 圣经最后一幅图画 是新天新地 我们看到那是永远 与神同在 但是这卷书在这一章 他停在 一个的图画 他暗示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他 他暗示 那个同在 就是今天的教会 这是对的 弟兄姐妹 其实今天你跟我 教会的存在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就是信徒的聚集 信徒的生命 我们本身 就彰显上帝的同在 今天牧师的分享 会停在这里 如果大家 接下来还有时间 祖长可以请自己拿捏 如果有时间 大家可以在小组当中 继续延续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 或者小组生活 当中 来去彰显神的同在 牧师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祖长继续带领大家 祖师父你们 希望下一次 我们真的有机会 实体聚会的时候 下一次跟你们一同 学习这件事 祝康库